在E7 Today跟刚刚的那个Yahoo新闻 其实最大的差别 你会发现呢 假设我要的是交点新闻 里面总共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底下有八个 总共会有十个新闻 那你可以假设 我们先抓第一个 那个什么 这个十位 九点万 九点二万余屋 不是太贵 就是太烂 OK 这新闻 不过买不起就买不起 台北 像你们查一下 这一栋应该破译了吧 OK 这都是天价 那如果说我要抓的是这个标题 跟什么 跟这个超连结 标 一样是标题跟超连结 但未来你要抓其他的 你再自己再用别的标签 按右键 检查一下 不过检查完之后 你会发现它是放在哪里呢 特别注意 它一样是A 然后它也有个HREF 另外的话 特别注意 它里面没有class 有没有发现 A后面没有class 所以如果没有class的话 会有个问题 如果你抓全部的A的话 那print出来的话 会一大堆 就不是我们要的那个范围 会变成说 只要是超连结的 它全部都会秀出来 但是如果我今天只要怎么 只要这个范围里面的这个超连结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做 基本上我的做法是这样 往上 往上看看 这个的话有个H3 H3 H是黑的吧 等于是标题3 OK 但是标题3现在一个嘛 可是我有很多个 所以基本上还要再上一层 上一层这个DIV有没有 这个是一个图 这个不是 再往上 一个class是box11 box11是前面这个区块 你有没有发现 所以DIV有点像是它一个板块 这个板块 可是这个板块没有包含隔壁这一块 所以隔壁这一块再往上推 所以你可以再往上推 box11再往上 这个 这个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 或者你甚至可以用上面这个 其实这两个板块 应该都可以 这个是DIV 这也是DIV 而且包含里面的东西 所以理论上应该用这一个 跟用这一个应该都可以 第一个我们找到了 这个板块 所以我先怎么样 第一步 先把这个板块给抓下来 但是问题 这个class叫break content 有没有很多个 我Ctrl-C Ctrl-F 刚刚讲过 把它Ctrl-V贴上 你会发现 它里面总共会有22个 也就是说 这个 焦点新闻底下 可能还有很多个 不过我只要第一个的话 那我其实可以用fine就可以 不用fine fine第一个就是了 OK 那或者是你fine old的话 你要用index等于0 就是第一个区块 OK 所以第一步的话 我们找到它了 但是特别注意 找到之后的话 它变成把底下的东西 全部抓回来 那我要怎么样 我还要第二个 我还要再去抓什么 它有refresh 所以它会自动再更新 都不管 OK 然后按右键 检查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再从这个DIV里面 再去抓什么呢 再去抓第二个特征 有什么特征呢 这个这个往下 我们应该抓 black content 这个 再来的话呢 再去抓什么 抓那个h3 OK 理论上呢 因为我这个主要是没有class 所以没有class 你变成说一层一层的 第二个我用h3 那再把h3里面 因为h3 a的话呢 是放在h3里面 所以你再从h3里面 再去抓a 抓a里面的什么 文字 test跟它的那个超连结 这样才有办法抓到 所以变成要分成三次哦 那我这个 我先把那个 我做出来的程式 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 如果你要跑的话 我把它跑一下 OK 诶 十位 没错 标题 然后它的超连结 不过这个超连结 因为它里面 一样没有前面那一串 所以你大概可以自己串一下 我怎么抓 第一个 一样 我先find什么 DIV 那这个DIV的话呢 一样 我是用什么 用那个 我这边改SP1 我可以分 因为我后面 假设我要分好几次的话 第一个就SP1 第二个就SP2 好了 那我find之后的话 我find什么 findDIV里面的 break content 就刚刚那一串 找到之后的话 就会找到第一个区块里面的东西 放这个SP2 有点像缩小范围 本来是整个嘛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区块了 OK 好那第二步的话呢 再缩小范围 所以把SP2里面呢 再去find find什么呢 因为它底下的H3 不止一个 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H3 一堆有没有 其实这个一个两个 有没有 然后底下这个区块 有没有 这么多个 所以这两个嘛 然后还有这边有八个 总共十个 所以我要再怎么样 把里面 这个区块里面的H3 全部帮我找回 所以我用什么 findO 所以第二阶段是再 到这一个break 这个里面 先找到 放SP2 再把SP2呢 再去找 H3 找到放SP3 OK 应该懂那个道理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找到里面有 十个嘛 十个H3 然后再针对什么呢 特别注意 还没有结束啊 主要是因为 它里面没有clubs 所以在里面的话 再去找它里面的A 针对这个A里面呢 把它的文字 跟它的那个HREF 才能抓过来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针对什么 针对这个S 找到H3里面呢 把它一个一个的读出来 因为它findO 会放在串列里面 一个一个找出来之后呢 记得哦 再把它里面的A找出来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的话呢 把H3找到之后 再去找到它里面的A 把里面的A 这会refresh的吧 特别注意哦 这个把里面的A找到 然后A找到之后的话呢 才能再丢给SP5 然后最后print的话呢 才会得到我们的 这个文字里面的赤 还有它的超连结 OK 所以这一题的话 又比刚刚来的相对复杂 所以基本上哦 逻辑大概这样 第一 先把它整个网页的东西抓过来 二 把第一个区块的东西抓出来 再把这个区块里面的head 一个一个 有什么十个 先抓到 再把里面的A找到 针对这个A里面的文字跟超连结 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执行它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焦点新闻就找到了 当然 当然变化题啦 如果我不要只是焦点新闻 我要及时人气 也要列出来 我要底下的新闻也全部 就是我假设我要换一个 即时新闻 即时人气的话 当然也要改一下 画面先换给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先试着把那个 焦点新闻 用类似 剥洋葱的方式 一层一层的把它 抖出来 OK 所以先找那个 Break Content 再找H3 在H3里面找A 再把A里面的Test 跟它的HREF 把它Gate出来 OK 试一下